好多花樣啊 你看這個 這個是 這個有拉鍊 這個有拉鍊 對啊 這個是做有點像皮衣搖滾的感覺 所以這個是拉開 不是拉開 後面就可以解開了 後面就可以解開 對 不是從前面 看這個吊帶的 好可愛喔 這是吊帶的 所以這個扣子 有俏皮的感覺 不要再解開了 了解一下 每一個內衣你都想要解開 這個啊 有蕾絲的啊 這也很可愛啊 嗯 來來 我來了 對 像這個呢 它裡面也是有一點墊的 而且這個也 pinky pinky的很可愛 對 這也是 男生看到也會覺得很喜歡 而且有蕾絲 然後又有一個小蝴蝶一些 就是簡單 然後呢 這個就是穿上去之後 我的禮物 這不能拉開 你看這個 這是女僕的小褲子 這個很可愛 這個有可愛 這你穿上去之後 然後說 主人 我回來了 而且你看他屁股後面 還是這樣子 就是看起來有點翹翹的感覺 那這個點點咧 點點太 Oh my god 這個點點怎麼 怎麼會有這樣的愛心設計 有一個 害羞害羞 露屁屁的地方 你是不是故意的 沒有沒有 等一下是我要穿的 好 我很累 就有點像馬甲 對 然後呢 這有馬甲就是說 可以讓你就是 穿得又會 你知道嗎 能夠集中 對 而且他 整個這樣壓起來 腰會顯得更細 我只看到薄紗 就換起來 就是這件了 就這一件好了 我去護送他換 那個攝影機就不要過來 來 去換 這邊有一個包覆 然後又有蕾絲這樣 我喜歡這個 你覺得那麼好 所以這個蕾絲是做一個小性感 對啊 在這邊 就是如果你胸型有沒有 這邊這樣傾出來 他就會在這裡這樣 OK 很漂亮吧 好 很漂亮 就這個 好 我們決定好囉 換裝完成 哇 厲害啦 我覺得我們兩個都不用講什麼 就看就欣賞就好了 我們兩個都已經換好 我們平常的穿搭 那其實內衣這種東西就是 如果你選對款式 它不一定是一個內在美 你搭配一些就是 外面的衣服 它也可以走在路上這樣 對 一般人都覺得說 內衣就是穿在裡面 然後外面再套一件衣服 可是這個其實露在外面這樣 看起來也很好看 但是如果這樣子跟 我不建議啊 我OK啊 你OK啊 我是說你的女朋友可以 還是別人的女朋友 你穿這樣 我看OK啊 我覺得這個外套可能要借你 然後你就扣 如果我們去比如說 吃飯啊 有包廂 你把外套脫掉OK 或是去KTV唱歌脫掉OK AMILY跟大家講一下 你是什麼樣的扣 我今天選這個衣服呢 就是性感又帥氣 我會選這個的原因呢 是因為它這個很飽滿 然後呢 它效果也很好 它這邊又可以選擇你的腰 細又再更細 所以我就選擇這樣子的搭配 像我的話 我是選做一個 就是薄紗套在內衣外面的感覺 因為就是那種若隱若現這樣 跟男友出去約會的時候 你站在他旁邊 然後他就可以 近距離的就會發現 欸 其實這邊是有小心思 是的 我事先都在這裡 如果你真的這樣穿 我感覺我是變成一個保全 欸欸欸欸欸欸 你願意了 我覺得他這樣穿 他比較像我的保全 對 他叫我戴一個墨鏡 然後他在前面幫我推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喔 大家都看到誰要看你 欸你不要這樣講 我後面也是有忠實觀眾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一直看著我 他就從頭到尾目不前 短經的看著我 在這個情人節 這麼浪漫的日子裡面 透過一個心機的小穿搭 它可以變成一個非常好的單品 如果說各位網友 你有喜歡哪一件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你喜歡哪一種風格 喜歡NONO的 還是喜歡Emily的 留言告訴我們 就有機會獲得我們 女神特訓班特別準備的小禮物喔 喔 現在留言就告訴我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的女神特訓班 掰掰 有一年我前男友 我覺得說做的真的還蠻 Romantic的這樣子 就是我那時候回到家 然後呢 結果在我穿上 他就有買了一件小禮服給我 上面寫了一個卡片 就說喔 你把這件衣服穿上 等一下 幾點幾分我會來接你 結果後來他就開車 帶我去意外一個地方 然後我想說我們要去哪裡 後來我們到那個餐廳 就是說我們第一次約會去的餐廳 他就有請下 拉小提琴的人啊 來就是 放歌給我們聽 然後呢 裡面也佈置的都是花 然後呢 也是點我最喜歡吃的餐 坐下來就跟我講說 今天是我認識你 第幾幾幾幾幾天 然後呢 他就說 在這些日子裡面 我都跟你很開心 那我希望說 我們可以一直這樣過下去 所以我覺得還蠻難問的 天然姐我覺得 就是兩個人出去吃一個飯 然後呢 送一些比較實用 對方實用的禮物 我覺得就很好了 我們就知道 我們一陣子 說到概念 我們以前把家弄和蔡婦 我們在這間 從好 來 太太好了 駛了 我們現在 我們也在那邊